今年2月6日 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按下加速键 在国家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当下 香港将如何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并在国家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提供哪些助理 日前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接受中心社两回面对面线上专访 进行权威解读 我当年作为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的时候 就已经跟广州市政府 就香港和整个广东省 怎么在广州南沙这个平台上 融合合作 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想法 然后我退下来之后呢 从2017年开始呢 我在广东的大湾区城市 跑得很多 广州方面就像我提出 让我推荐一些香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就广州需要咨询的一些问题呢 提一些意见 我说WU我们仿照香港特区政府的做法 我们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广州方面呢采纳了这个意见 这个咨询委员会的全称呢 叫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 那里面呢有内地的专家学者 香港的专家学者 也有广州南沙的官员 第一次成立了这么一个内地 一个地方政府和香港的这个专家学者 成立的一个咨询委员会 同时呢广东省工商联 广州市工商联也进来了 也让广东省广州市的工商联跟香港 这些商协会呢可以不断的交流 在通关之后的地 我带了八十多人进南沙呢 我们两天时间就在南沙考察 这八多人的咨询委员会的香港委员 香港与商协会代表 南沙的工作呢 现在应该上轨道了 包括这个大概九月前 公布的它是面向世界深化越港合作的 总体方案呢 出来之后 打理一些政策的贵家落实嘛 在落实过程当中 怎么可以接地气 怎么可以做到具体 这个咨询委员会呢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情景呢 一定是非常好的 香港跟广东一带的兄弟城市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 在四十多年时间里面呢 我们合作非常好 互利 共赢都创造了很多 双方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的机会 有了达安区这个规划 再加上呢 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硬联通 或者这个远联通的工作呢 都不断地在做 香港这边呢 也应该有一个 大概的这个战略 大概的一个规划 我个人的想法呢 就是达安区的广东城市 我们应该找一个点 相对集中 香港的这个资金人才 集合我们力量 做出一些成绩 然后呢我们再辐射 扩大我们的工作 开放与改革是分不开的 高水平开放跟高质量发展 也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高水平开放呢 就是为了高水平发展 香港有不少的专家 也有很丰富的经验 可以助力国家 高水平开放呢 也缺不了高水平的人才 高水平的技术 那这些呢 香港作为一个长时间 高度开放的一个国际大都会 可以给国家贡献力量 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多方面来达成 我就用香港这个角度 谈一下个人的想法 就是香港怎么通过香港的所能 来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所需 香港的贸易服务业 香港品牌商业 都是可以助力我们国家 高质量发展的 香港的贸易服务呢 这个力量也很大 一百多年来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贸易服务中心 所以我们国家生产的 不管是农产品也好 或者是工业产品也好 用香港的服务贸易 用香港的品牌 我们可以卖到更大更好的市场 这个质量呢 不仅是说质量好就是高质量 我们怎么通过服务业的行为 我们使得我们这个价值能够更高 使得我们中国人民 有更好的收入 更好的生活 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 我五年前呢 就向中央建议呢 就利用香港这个制度上的优势 还有香港这个原材库啊 香港这个传统啊等等 成立一个应该算是我们全国性的 对外的这个原导主义医疗援助机构 那中央批准之后呢 也推荐了一些内地的专家企业家 加入我们这个基金会 那么我在香港呢 也请了约干委一共呢 加起来这二十个 这个基金会呢 就起了名叫共享基金会 初期的工作呢 就以全面消除白云章之盟 现象为这个目标 现在已经在柬埔寨老挝 还有东非的吉布提 开展这个手术了 我们中国人呢 在外面要树立 除了我说的这个民心相通啊 这个共享的这个精神之外 也做到二十大报告里面 我们这个可信可爱可敬的这个形象 要做到这个目标